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记 我是老汤 欧俄两军在恰索夫亚尔对峙将近三个月之后 10月22日乌克兰第24机械话旅发言人佩特·理查克证实 俄军成功突破螃蟹 进入恰索夫亚尔东面的这片军民区 佩特·理查克表示 敌人利用深夜到清晨的农务时段 忽然越过人工运河 迫使前线部队撤出战线 而且北面的俄军也趁机扩大对卡利·尼夫卡的占领范围 声称已经控制了诺维区 以及近乎整个佐夫特·内维区 不过卢干斯克战术小组发言人波波夫·尼克沃茨表示 这据显示俄军还没有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 整体而言 乌克兰军方仍然保有全境的控制权 这位发言人表示 敌人经常组织小部队越过运河 激扰乌克兰控制区的侧应 但是整体行动常常被乌军击退 为俄军带来重大损失 然而德鲁日金夫卡市议员多夫·布尼亚却说 通往恰索夫亚尔的道路 只对守军和当地人开放 按常理来说 俄军应该没有机会进入城区 甚至威胁到乌军的侧应 如果发言人的说法属实 就代表要不是守备部队过于松懈 就是防线出现漏洞 让敌人有机会趁膝而入 乌克兰军事专家日罗霍夫分析 其实这和今年秋雨季降水量减少有关 他认为天暖的气候 让俄军可以利用密集的空中炸射和圆火覆盖 为地面部队创造推进优势 把乌克兰部队挤出火线之外 就像跳恰恰一样 只要乌军后撤 俄军就可以顺理成章接收阵地 不幸的是 这项战术正在发挥作用 因为比往年还要干爽的天后 为敌人创造有利的条件 方便俄军在与世来临前 尽可能扩大占领范围 德国军事媒体分析师罗普克研判 俄军下一步应该会转往北面推进 朝中心区域移动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则表示 俄军重新启动恰索夫亚尔之战的目的 很有可能凭借着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 不计一切代价也要强度关山 恰索夫亚尔战事在起 俄罗斯军事部落客认为 目前部队控制恰索夫亚尔 大约30%左右的面积 应该要先扫荡藏在树林带 和民居地下室的乌军残部 然后采取类似于 狐狸达尔包围战的方式 逐步缩小对手的战斗空间 乌克兰军方也不会言 目前整个前线的确面临不断撤退 不断失去领土的困境 更糟糕的是 现阶段守备部队确实不具备 任何阻挡俄军的力量或手段 主要的原因 还是兵源不足的老问题 英国国防大臣西里 协同财政大臣里夫斯 来到带训乌克兰部队的基地 探视并慰问准备重回战场的乌克兰官兵 并且宣布将提供乌克兰一笔 约合30亿美元的贷款 又以援助基辅抵抗侵略 及国内重建所需 虽然里夫斯没有透露这笔贷款 何时会到 但是强调会尽快立法 以便转交给乌克兰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参谋部也公布一项数据 接受西方带训的乌克兰官兵超过10万人 目前还有多支部队正在接受训练 或是即将结训 主管这项工作的副总长梅肉维京表示 这代表伙伴国和乌克兰 持续加强彼此的军事合作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也说 自从今年春季通过新动员法以来 整体情况超出目标2.5倍 全军约有12%的官兵志愿服役 显示征兵过程变得更加透明高效 也代表乌克兰国民已经准备好 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 上个星期这段警察和真兵官在吉府街头 拘捕一名男子的影片 传遍乌克兰主要的社群网站 并且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乌克兰网友批评 征兵办公室公然上街拉夫 侵害民众人权 而且还不止一起 上传影片的拍摄者一个晚上 至少目睹三起相同的事件 不过国家警察部通讯副部长 赫德维利斯表示 依据军事部门的授权 警方可以查证适林入五男子的个资 如果受检者拒不配合的话 警方得采取行政拘留的方式 移交给军事机关 初步认定他们都存在违反行政规定的事由 至于结果如何 会由军方做出最后的裁定 影片已经曝光后 就有网友留言打脸乌克兰国防部长 不是说动员情况超出预期吗 原来这才是军方超高效率的手段 但也有网友认为 有些人抱着侥幸的心理 试图逃避兵役 被抓到是刚好而已 至于在俄罗斯方面 自从普京上个月签署总统令 扩编武装力量编制人数之后 第一批新兵即将分发到各单位服役 兵役部门主管表示 这批入营的新兵约有4000人 数量和往年相差不多 其中约有200人会配属到总统团 或是戈萨克军团 但是绝大多数会留在南部军区 换句话说 这批新兵并不会派到正在发生战役的地区 带着众人的祝福 这批新兵提着军用手提带坐上巴士 准备前往所属单位报道 看起来俄罗斯的动员情况一切正常 但是也有一些怀疑论者认为 其实这是莫斯科掩人耳目的手法 目的是分散各方的注意力 以淡化北韩派兵援助的消息 虽然莫斯科和平壤全然否认这项传闻 但是美国五角大厦在10月23号的记者会中 却语带保留地表示 正在深入了解此一消息的真实性 根据最新外电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透露 有证据显示确实有北韩部队出现在俄罗斯境内 但是并不清楚这批士兵正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乌克兰军事媒体防务快报专家基里切夫斯基分析 如果北韩真的派兵前往俄罗斯的话 那么这支军队目前应该正在接受围棋三周的适应训练 结训后才会被派到相应的地点执行战斗任务 只是目前北韩军队的动向依旧非常神秘 不过也有部分观察家认为 北韩出兵协助俄罗斯是个假命题 因为当时国籍西方阵营都无法证实消息的真实性 反而是南韩不断对外强调情报的可信度 却绝口不提首而使用无人机飞到平阳 引起朝鲜半岛情势紧张的最重要关键因素 为了转移焦点 所以尹齐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加油添醋大作文章 借此规避被视为有挑衅北韩的责任 从而甩锅给北韩及俄罗斯 以利于南韩从争议中脱身 避免被国际社会视为是麻烦的制造者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